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活着的晶体水感 他也注意到 刚被汽车碾壁的乌鸦 并不会真正变成卡通式的扁平 死去后的身体 看来依然骨肉饱满 乌鸦烧 他说 如日近年 只该买鸟鱼烧 鸟鱼烧怎么会变成乌鸦烧呢 他说 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他就一直在脑子里想这件事情 他宝女想了想起 他是想到 我为什么要卖鸟鱼烧呢 我可以把卖的那个点心的样子 给他改变一下 改变成不爱的样子 不必去做 做多了 我告诉你的秘密哦 嗯 我想要变成乌鸦 你的秘密是不是担心有人死掉了 没关系 你还有一点 你还有一点 对 这两个人 都职策的 这一件事 都不在买 会是什么咨子 体会 好 喂 對 我是周星傑 什麼 你確定嗎 你確定喔 他活著 沒有 沒事 沒事就好 沒事就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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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读高一峰的东西 你会知道它比较能够创新 它这篇东西里面讲到的 其实是它告诉你的是 不管贫富 到头来死亡就是这么回事 对 生命就是这么回事 你过再好的日子 拿再高的薪水再享受 你跟一个卖鲦鱼烧的 它收入不会多摆个小摊子 其实后果是一样的 对 那么一个工程师为什么要 要把自己降低到去卖鲦鱼烧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对它来讲 它小说里面它是一个隐喻 就是说我好日子也过了 我坏日子也过了 其实我最后是跟那个 乌鸦是一样的 只是死法不同而已 我坏日子也过去卖鲦鱼烧 我坏日子也过去卖鲦鱼烧 我坏日子也过去卖鲦鱼烧